第十一頁的例子 都是那一句了 你自己 pause 一 pause 去看 我們剛才做過什麼呢 剛才我們是找一些 A inverse 找 inverse 的示範 我們就說 如果你可以 砌到所謂 inverse 即是你找一些 什麼乘埋等於 i 的物體 如果它給的條件 是等於 i 的話 右手邊等於 i 就容易做 就算等於 0 也容易做 因為我們可以把 i 調過去 我們這次看看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叫你計 P 二次 所謂 P 二次 即是自己自成 我強烈建議自己自成 成完之後 你會看到 很漂亮 是一個這樣的物體 這是什麼來的 可以把 3 抽出來 這個其實就是 3 抽出來 這個其實就是 3 抽出來 這個其實就是 3 抽出來 現在它叫你找 P inverse 即是你又是問同一個問題 P 成什麼 你可以找到那樣東西 成完之後是 i 的 現在 剛才我已經證明到 P 的二次方 即是 P 成 P P 的二次方 會等於 3i 但是剛才你說 右邊是想要 i 那你這個右邊是 3i 那你就把 3 調過去 3 是 scalar 是數字 調過去就是 3 分之 1 p square 等於 i 那你有沒有方法 將 P 抽出來 然後想想 P 成什麼 會等於 i 那樣東西就是 P inverse 就是 3 分之 1 P 3 分之 1 P 就是 P inverse 所以 P inverse 就是 3 分之 1 P 3 分之 1 P 不就是把剛才的答案 sorry 將 P 寫出來 這個就是 P inverse 那你自己呢 不信你就自己把它整一整 那你一定可以的 好 好 那接下來 再來一個例子 Posset Posset 它這次呢 是給了這個這樣的條件 你 又是找 P inverse 即是找到 P inverse 即是又是問同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方法 P 成一件事 會等於 i 的 這裡畫清界線 跟上面不同的 有沒有一樣東西成 P 會等於 i 的 試過很多次了 就是說你有沒有方法 令到右手邊 等於 i 就算它右手邊等於 0 你也要把東西劈過去 如果右手邊等於 3i 那你也可以把那3條過去 那麼現在這裡 咦 又不是 i 又不是 0 那可以怎樣啊 oh sorry sorry 它又不是 i 又不是 0 那其實它是 P 的 power 都沒有所謂啦 因為你其實都是看到 i 你就把東西又劈過去 然後又抽出來 你抽到 P 剩下裡面的餡 就是 P inverse P 的二次 P 的一次 加什麼 不要寫加1 剛剛已經試過一次了 P 是一個 matrix 1 是一個 scalar 不行 那剩下什麼呢 那個是 i 所以 P inverse 就是 P 二次 減 P 加 i 那就將 P inverse 計到 in terms of i P 和 P 二次 那接著它叫我們 證明 P 的四次 會等於 i 那你可以 如果來到這裡 停一停 又想一想 那為什麼 弄到 P 的四次 會等於 i 那我就在這裡做了 剛才你計到 P 三次 又或者計到 P inverse 兩個都可以 幫助到我們去 去證明 現在去證明 P 的四次 會等於 i 其中一個可以這樣想 可以想成為 P 的三次乘 P 都可以 P 四次 P 三次是什麼 P 二次減 P 加 i 乘 P 再拆開它 P 三次減 P 二次加 P 這個是什麼來的 你看一下這裡 那你這個位置 移項了 這個就是 i 這個是其中一種做法 還有其他的 你可以自己慢慢想一想 今天到這裡 我們又完成了 第十一頁了 後面那些 又再是一些 paste paper 沒有了 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 多謝各位